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你好 欢迎收看熊财战略 今天大盘大涨了363点 很多人会问说 这个美国股市也没有大涨 台股为什么大涨 我记得如果说 你在前几天有看我节目的话 我在节目上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我说这一次不管美国股市降一码 还是降两码 这个行情都是要往上涨 因为它是预防性的降息 它不是衰退式的降息 我讲得非常清楚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大盘 这个地方又开始冲上去 快要回补这个缺口了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拉回 是不是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地方拉回 这个是第一只脚 我认为这个地方拉回 基本上有可能会形成第二只脚 会形成第二只脚 尤其跪埋指数更清楚 你看跪埋指数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第一只脚 这地方第二只脚打出来了 所以你看我在这关节目 解得非常清楚 在9月6号的时候 告诉你跪埋指数 这个地方在做主体动作 它可能还会再回测一次这个低点 来打出第二只脚 然后就开始往上涨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要把握这一次拉回的机会 你要把握拉回的机会 你看跪埋指数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 这个地方是一个低点 它是不是回测这个低点 然后打出类似两只脚 又上去了 对不对 这是不是我在事前在节目上 公开的跟大家讲 我告诉你 你要把握机会 你要把握量缩拉回的买点 如果你不等这个量缩去买 你总是要等到说 老师这个降息完了 大盘稳了 我们再去追 你会发现到今天很多股票 你知道要用追的 你如果你低档不布局 你现在是不是要追 所以我就跟你讲过了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说 我看好三个族群 在这个大盘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我一直告诉你说 在这个拉回的过程里面 除了大型股这个地方 可能要高一点有压力 对不对 但是有三个族群 我认为会连媒的创新高 会连媒的形成主流的态势 然后往上面涨 光通讯 机器人 设备股 半导体设备股 这三个是我相当看好的一个族群 之前我很看好光通讯的股票 你看 光通讯矽光子共同封装技术CPU 是半导体未来的关键技术 对不对 也就是未来在全球矽光子的市场规模 它基本上它年复合成长率 有高达三成以上 到2027年会超过50亿美元 所以不管是台积电 Intel跟徽达等等还有超微 都在怎么样积极投入开发光通讯 因为这个趋势是不可以挡的 未来一定是由光来取代电的 所以矽光子相关的产业 矽光子相关的这个族群 它一定会开始连媒的往上涨 而且我跟大家讲过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家 这个光通讯的股票 它有开发出矽光子的晶片 还没有 但是他们已经先成立了矽光子联盟 也就是他们基本上 他们的资讯会互通有无 所以我认为在今年下半年 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上半年 就有机会有公司会推出新的 所谓的开发出新的矽光子晶片 所以那时候一定会出现强力的大涨 因为矽光子晶片是相当的什么 是革命性的一个产品 它已经取代了什么 用更高速的光来取代电了 我刚刚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股市一定会领先反应 我就告诉你说联雅 对不对 加入台积电为首的31家 大厂的组成的矽光子联盟 你自己看一下 我跟你讲是9月4号 我告诉你筹码相当的安定 你会觉得说老师他已经涨一波了 没有错 他已经涨一波了 那这一波谁去买的 主力大户去买的 所以筹码相当的安定 你看他拉回的过程 那样都缩了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拉回 你要站在买房 因为他后面还会创新高 对不对 矽光子联盟 9月4号告诉你联雅 对不对 9月9号开始大涨 9月10号再大涨 9月12号再大涨 9月18号再大涨 对不对 9月19号今天再拉涨提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一下 你看他股价是不是在创新高 你以为涨上去就涨多了就要拉回吗 我告诉你涨上去 他是高支在整理 他后面又在创新高 这一波我已经跟大家讲说 非常多的个股 这个地方其实都没有 都没有拉回什么低点 你不要看大盘拉回 大盘拉回是大型股在拉回 是什么 是什么股票在拉回 是鸿海在拉回 是什么 联发科在拉回 对不对 是广达 是这种大型股在拉回 但是矽光子 机器人 还有半导体设备 其实都没有什么拉回 都是强势整理 后面在创新高 那么前面他在强势整理的过程里面 我就告诉你 他们都已经在超越大盘了 他们都已经在超越大盘了 他比大盘还得强 你知不知道 我告诉你超越大盘才有超越地论 你看我这一波 在节目上跟大家讲的 讲了加近超过一个月了 有没有改变过我的看法 对不对 我改变过我的看法吗 从来没有 我告诉你这些股票会涨 昨天我还跟你讲什么 昨天我还告诉你重答 4977的重答 公司主要的产品是光收发模组 对不对 他也是他已经推出了 共同封装光学的这个CPU的产品 2025年明年会开始大量出货 对不对 好那你看 这个地方9月11号跟你讲 这个重答它开始往上涨 大型资料中心往上做升级 对不对 光纤取代同轴电缆 对不对 昨天你看他后来达到大盘 昨天那不是留很长上线吗 昨天留很长上线 然后说你看 很多人都讲说老师啊 你说重答会长 那昨天爆量上线 这不是主力出货的吗 这不是墓碑线吗 这不是留心线吗 这不是上线吗 这不是带量上线 不是有人在出货的吗 你怎么会说这个在洗盘呢 你怎么会说上线在洗盘呢 所以很多事情你等着看嘛 对不对 你先看一下 他今天9月11号已经又大涨6块5 你告诉我这在出货吗 出货为什么我今天还涨 你自己看一下 你看昨天不是爆量上线 对不对 很多人说老师啊 这个出货了啦 那今天呢 快要过去哦 这高点快过去了 那高点会不会过去 我认为会过去 因为我跟你讲过了 光通讯的这个产业 基本上很多 有些个股的这个地方 已经领先在往上面涨了 那它涨什么 不是涨现在的业绩 现在你看业绩你看不到 还在涨未来的业绩 也就是说主力大户 它会在什么时候做一个介入 在一般投资人朋友 不知道这涨个股的未来业绩 会多少 他们先进涨卡位 他们先进涨卡位 因为他们有研究 他们知道这家公司 他做的产品 这家公司未来的前景性 以及这家公司的筹码 他可能都有做研究 所以他就开始先进拉 但拉的过程面 他常常可能会爆量上影线 或者是爆量收黑 或者是震荡 但是你看后面震荡完以后 再度创新高 你看这个 刚才那天讲的光通讯 你看这个联谊 他这边不是爆量 不是长黑吗 是不是 你以为长黑长多了 长黑杀下来 这个要往下跌了 结果又创新高 对不对 你以为这个爆量上 已经要跌了 结果今天快要创新高了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成交量都不是 一般投资本有去买的 你看这边都没有量 这边都没有量 这筹码在那边被吸走了 你知道吗 这筹码已经在那边被吸走了 所以我告诉你 光通讯这个产业没有走完 包括像是硬碳 你看今天在创新高 对不对 硬碳为什么会长 很多人说老师 硬碳不是做显示卡的吗 对 他原本是做显示卡 但是他近期转投资什么 原成半途底 这个有细光值的技术 还有先发电光 这个是雷晶片 也是细光值的上游 所以他很清楚的 这两个股他已经很明显的 切入细光值的领域 跟AMD的三方联手合作 所以他也是正式的细光值的生态 所以你看今天为什么会攻长度 对不对 那你看他股价是不是创新高上去了 这都创新高上去了 像这种个股未来有机会挑战这个高点 现在这个已经都已经创新高了 而且量都跑出来了 这个量你会发现到大盘都没成交量 大盘近期都没有成交到 我跟你讲的个股都有成交量 为什么 因为主力大户在里面 为什么主力大户要在前几天 开始做个进场布局动作 就正如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的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看不清楚 不知道这个大盘到底美国股市到底 降齐降义码跟降乳码 对台股的这个影响变化在什么地方 大家都不清楚 大家只看到当天 像昨天这个外资卖100多亿 杀下来大家觉得说可能大事不妙 然后很多个股出现爆量上线 对不对 大家都开始没有信心了 但是我在节目上一而在 在而上再告诉你 你就要趁这个时候赶快进场买进 因为不管是降乳码降乳码 我告诉你都是会涨 就是预防性的降乳 我讲得非常清楚 没有任何模拟两可 只有你看今天是不是大涨了 那你前几天就进场做布局的 你现在是不是大活全胜了 对不对 包括像是我跟你讲 公众性我跟你讲机器人 对不对 机器人我跟你讲什么 龙泽科对不对 工业型跟协作型机器人 8月22号再讲一次对不对 你看8月26号开始大涨 27号再做大涨对不对 涨上去一段之后 开始做前盘整理 我告诉你高次在整理 9月6号告诉你 9月10号整理完以后开始拉涨停 对不对 13号再拉涨停 16号再拉涨停 对不对 昨天拉回今天 你看这波怎么涨的 对不对 今天又差点又涨停了 对不对 那你看大盘 大盘在这个地方 这高点都还没过去 这个高点 先不要讲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都没有过去 为什么这个高点没有过去 因为台积电还没有过 台积电还没有过去 因为鸿海也没有过去 我跟你讲过 买这些股票都没有什么肉 对不对 它是跟着大盘在动的 林花科也没有过去 这个也没有过去 广达也没有过去 对不对 维新也没有过去 技嘉也没有过去 还有很多股票都没有过去 但是你看 我在节目上跟你讲的股票 它早就喷出去大涨了 早就喷出大涨了 所以是不是行情 一而再再三地 在节目上 印证了我跟你讲的话 超越大盘才有超合利润 如果你还是要买那些大型股 如果你还是要买 大盘同步的股票 我告诉你 后面你赚不到超合利润 你赚不到 如果你想要赚 我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想要赚三成 想要赚五成 想要赚一倍 你一定要超越大盘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就像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的 你看 机器人的股票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说 四五六九的机器人 六方科 机器人领域 对不对 还有氧气硬碟 对不对 9月2号跟你讲 对不对 9月4号进场做买进 拉涨停 5号再拉涨停 6号再拉涨停 9号再拉涨停 10号再拉涨停 11号再拉涨停 对不对 今天19号 再拉涨停 你看它股价是不是再度创下新高 你看今天是不是又再创新高 今天再创新高 全市场没有人做到这一段 只有我做到而已 因为当时我就跟你讲过 我相当看好的三个族群 其中是一个机器人 我说机器人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有EPS的机器人 机器人股票这么多 你要买哪一档股票 对不对 不是买所罗门 所罗门你看这一部分都没涨 很多人说所罗门 所罗门也没涨 你说什么 罗森 罗森也没涨 对不对 我说你要买有EPS的机器人 会大涨 后面是不是大涨上去 对不对 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什么 军心也是机器人 精密齿轮 机器人核心 对不对 这两个股 EPS也上看10块钱 对 9月11号跟你讲 9月12号拉涨跌 9月13号再拉涨跌 今天9月19号再拉9块钱 一路震荡走高 一路震荡走高 所以这个行情你看 今天大盘涨了300多点 已经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双底形态 已经很明显地已经打出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重点不是看股票 看这个大盘双底形态 不是重点 因为这个已经 其实之前我就跟你讲过 我就跟你讲说他会打 这边会打一个双底形态 重点是哪一档个股 什么样的股票 什么样的产业 什么样的族群 他有机会在这一波 领先大盘先创新高大涨 能够带给你三成甚至五成 甚至挑战一倍的利润 这才是现在你最重要 最重要关切的地方 如果你之前讲说 老师因为不确定这个降息 到底对台股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等降息完以后 我再来做确认 那今天降息完了 你确认了没有 涨300多点你确认了没有 当然今天确认是有点晚没有错 但是还来得及 所以今天这个行情我跟大家讲 今天涨了300多点 这个大盘已经很明显地 要走出自己的路了 但是我跟大家讲 你还是不要去买那些 所谓的大型的个股 因为那些股票只是反弹而已 上去都有压力 你要买的是未来能够创新高的股票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地方你就跟着我 你就跟着我 我们一次一档股票 对不对 我们集中活力 我们重压标股 从点线面来扩大战果 点你不进来 到后面会变成线 现在你再不进来会变成线 但是如果当它出现全面性的大涨的时候 可能已经接近到相对的高点了 这时候我会劝你不要进来 因为这时候你进来你就会买到高点 这时候我会告诉你股票要卖 对不对 这时候我会告诉你赶快进来 这时候我会告诉你赶快进来 这时候我会告诉你先不要 先观望一下 等拉回再进场 所以我们操作是有次序的 我们操作是有策略性的 不是每天叫你赶快去买股票 不是每天叫你去追股票 而是在行情还没有确认的时候 大家还不知道的时候 那时候是最好买股票的时候 你要等行情确认你会发现到 像今天你只好去追股票了 那你今天不追 你会觉得老师我也不追 明天如果再上去呢 如果这个行情真的两只脚打出来了 你到底要不要买 你要不要追 到后面你还是要追 因为你不追你不买 你赚不到钱嘛 因为行情就是一直往上走的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行情到这个地方基本上已经做确认了 接下来这个行情 以大盘的角度 我现在讲大盘 大盘这个回补这个缺口完以后 到前波高点还是会震荡一下 但是前波高点震荡以后 它还是会震荡慢慢地往上涨 有机会来挑战这个前波高点 我现在讲是大盘 但是股票不一样 因为有些个股它已经过这个高点了 像这种股票 如果领先能够过这个高点的股票 它未来很有可能会涨五成以上 甚至挑战一倍 因为它超越大盘 它已经很远地超越这个大盘了 它已经领先往上涨 表示多头阻力已经现在里面卡位了 像这种个股很有机会可以什么 涨五成以上甚至挑战一倍 所以你要把握的是现在当下这个行情 赶快趁现在跟我们现场人做联系 因为我接下来要布局的股票 就是这一方面的个股 好好跟上脚步 休息一下 但我们再回到现场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 2781 0909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准央车站连达头部陈老师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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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部真心照顾 迈迟到了 看见情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温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径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缓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了 这个行情 你要越早加入越好 因为你越早加入 你成本才越 电池会比较低 成本会更低 然后你获益的空间会比较大 如果你越晚越后面 你才想要进来 你会发现到到时候 你可能也不用进来 为什么 因为你会自己去买股票 然后你又跟大家一样 因为电视上很热 电视上每个都在讲标股 每个都在讲股票 然后你都跳进去买 一跳进去买以后又套到高点 然后这样子的故事 会不断地轮回下去 就是一般投资办法 他无法解脱的原因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过 这个行情 你看在低点区 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讲 要进场布局 要进场布局 降息后一定会大涨 对不对 接下来我现在告诉你是 现在你要赶快跟上我脚步 赶快跟我联络 越早跟上来你成本压越低 后面的获利的空间才会越大 你不要等到后面 真的都大涨上去了 你再想说急急忙忙说 到底要买哪一支股票 那都是落后性的买盘 我都跟你讲过了 好 我跟大家讲过说光通讯的股票大涨了 机器人股票 我们手上的股票也大涨了 接下来我跟大家讲说半导体设备 你要特别注意半导体的设备 我认为还有10年的一个好光景 还有10年的好光景 10年之后市值将成长10倍 这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要如何挑股票 在半导体你们这么多股票里面 我们要怎么挑呢 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讲过 有一档个股 它在晶圆制造过程里面 它有不可或缺的角色 不管在晶圆切割里面 它有切割机 封装里面它有直球机 封装跟切割它也有 包括像封装测试它也有 像这种公司 所以在未来整个晶圆制成的过程里面 它具有重要的地位 像这种公司我认为 它会在这个地方 会逐步地往上 垫高底部往上面涨 所以我告诉你 你要提前跟我来做布局 对不对 3581的博雷 它成功开发出全半导体 全自动切割清洗剂 9月16号跟你讲 对不对 我说即将要创新高了 对不对 9月16号先拉一根涨停 9月18号再拉第二根涨停 今天短线上作为一个拉回 那今天这个拉回怎么看 我认为短线上涨多了 股价总之后会拉回 先洗一下盘 对不对 把一些没有信心的重码先洗一下 洗完以后才能够再大涨 对不对 所以我不会因为一天拉回就看坏它 另外我们再看 有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是近期我们要锁定的标的 而且我们会做一个进场布局 这档个股 我认为这档个股 它身兼两个题材 第一个题材就是它也是半导体的设备 但是它是做检测的 它的检测目前来讲可以说是 技术是领先同业的 第二个这家公司 它也打入了细光子的联盟 它也打入细光子这个产业里面去 所以它身兼两个产业 所以我认为像这种个股 未来极有可能会创新高 所以在它还没有创新高的过程 我现在都提前讲 我现在都提前讲 我说我后面要布局的股票 后面会创新高 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 在它还没有创新高之前 请你赶快跟上我的脚步 你不要等到创新高 你又自己去追股票 最好买的实际是还没有创新高 为什么 因为还没有创新高市场上认同 或知道的人并不多 那时候你去买才可以买到一个相对的跌点 如果你要等到创新高 等到大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 那时候基本上你就用追的 那你用追的你风险就没办法 风险你只好自己负担了 对不对 好 这档个股 半导体先进制程的材料分析 这一家公司它专门做先进制程的 所以它最大的客户是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你看台积电在美国 在日本 在德国都在盖场 那接下来三奈米就对 接下来往两奈米 对不对 接下来一奈米 它开始不断地往这个先进制程的 这个制程来讲缩小它的一个奈米 这种先进制程基本上都需要一个什么 都需要做检测的 看它有没有问题 看它这个有没有良率的问题 所以这家公司基本上 它做这个先进制程材料分析 所以它在里面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第二个它已经CPU的检测专利 取得重大的成果 所以很多家很多的CPU检测 基本上还没有过去 但是它已经做到了 CPU就是共同封装 就是它这个封装可以缩短电的距离 电子的距离 传输的距离 它已经取得重大的成果了 第三个这家公司在挥打是台湾 挥打在台湾唯一的检测分析伙伴 所以这家公司近期可能讲 在这个前部高点可能会这么洗盘 像今天就做个洗盘 但是后面会创新高 我认为后面创新高的几率非常大 所以你要利用这个震荡洗盘的时候 赶快先跟着我做布局动作 你后面才可以赚到更多的 更多的什么利润 像这种个股我都会提前跟你讲 就是说你要赶快跟上脚步 也就是说我在节目上告诉你 就是说我们在此处震荡的过程里面 标股会先行 我们一次一挡股票 我们集中火力 我们重压标股 好好跟上我的脚步 不要再错过这个行情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神圣语 李美芬了 好多 东上我是你老婆 你累了吗 保力达满牛 真是冲击 贵强 保力达满牛 金宝银 控流水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场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环想 赢家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头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